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三国的历史上流传着一吕二照三点为的说法 这一吕说的就是非将军吕布 吕布被人们称为三国第一猛将 单挑基本上无人能出其右 但是张飞多次挑衅吕布却相安无事 更是不止一次地骂他三姓假奴 那么吕布为什么不杀了张飞 他到底是在害怕什么 难道吕布打不过张飞吗 其实正史中的张飞和演艺中的张飞 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人 正史中的张飞一个万人敌的猛将 而且他也非常擅长书法 可以说张飞其实是一个儒将 在正史当中 张飞对于正人君子 向来都是非常的恭敬有加的 但是对于小人却非常的鄙视 所以吕布在张飞看来就是一个非常龌龊的小人 所以每次张飞看见吕布总是大喊三姓家奴贼吕布 那么张飞为何如此痛恨吕布呢 首先是张飞为人刚直不屈 而吕布却接二连三的任一副 最终却因为宝马为人杀了一副 所以被称为三姓家奴 张飞对于吕布的这种行为非常的不齿 这是他痛恨吕布的原因之一 第二点则是因为武器 我们都知道张飞的武器是毛 其实吕布的武器开始也是毛 只是后来变为了方天化己 两个人都是用毛的 所以自然有一些同行相亲的原因 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张飞与吕布的一次交手 众所周知张飞和吕布一共交手过四次 第一次是在虎牢关中 当时张飞主动挑衅吕布 两个人在大战了五十多个回合之后 刘夞关与二人加入战局 结果吕布双拳难敌四手 最后落荒而逃 从这里开始 张飞对于吕布就更加的不屑 第二次交手是因为张飞喝酒物事 被吕布里进外合的夺了许州 这一战也让张飞把刘夞的老婆弄丢了 所以张飞在这里非常的气愤 也是他痛恨吕布最根本的原因 那吕布为什么面对张飞的多次挑衅 却总是落于下风呢 是吕布真的打不过张飞吗 除去以上的两次交手之外 张飞与吕布还有两次交手 第三次交手 是张飞偷了吕布从山东买来的几十匹毫码 吕布大怒 于是与张飞交战 结果两个人大战一百多个回合 没有分出谁胜谁负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张飞其实是不虚吕布的 第四次使陈登背叛吕布 当时吕布在小派城下大骂陈登 就在此时张飞赶到 上来就是一具三姓家奴修走 吕布听了非常的气愤 于是上去就和张飞大战 但是曹操却在此时率领大军赶来 吕布最终落荒而逃 从以上事情中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答案 张飞多次挑衅吕布却相安无事 除了张飞武力上和吕布不相伯仲之外 还有就是张飞每次和吕布打架之前 都要先骂一遍吕布 而且每次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样就让吕布心里很不舒服 打架自然就有点虚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